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这种游戏总歌 距离海岸本的开门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已经基本上毕业了吧 大体上毕业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跟我一样 又回来了这个绝缘本喷喷运气 看看有没有好一点的冲冲杀戮了 对不对吗 在最近的直播间里面 我可以反复的看到有不少的朋友这样问 就是甘雨的满蜜还 哎 怎么这就没了 哎 这些原模有点职业道德呀 至少坚持到我把话说完 你们说对不对吗 满命啊 告辞了 灵命的甘雨都没这么厉害的 你这个是欺诈 嗯 我小号基本上所有的灵命角色都有 我不知道任何人来提醒我灵命的角色打的没这么快的 特别是在2.0前后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大批在数字上的命作战士 就打比方说神里跟优拉满命满金的情况之下 输出能力基本上都是灵命加四星武器的2.5倍左右 就打比方说满命的一斗机制基本无敌 甚至引发了一大堆消的真爱党的不满 于是我就在思考怎么样的满命角色是优秀的呢 是一个能让你打满深渊的六命角色吗 关于这一点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让你们感到惊骇的现实 那就是原生这个游戏呢 灵命的祖C其实是可以打满星深渊的 是不是觉得很惊讶呢 是不是仿佛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呢 是不是从未在其他阿福祖那里听到过如此创新的观点呢 没错 原生是一款不需要满命的角色 也能打满星深渊的一款游戏 当然我也见过一个日本的女孩子啊 玩家她在直播的时候 她用了一堆满命的角色去打深渊 打的还上气不接下气 让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一边在干其他事情一边直播 哎呀 我的意思是给我的感觉就全程紧张的像是在走钢丝那样 打满星了之后呢 她还感动的连连跟观众们道谢 说谢谢有你们的支持 有你们的陪伴我才走到今天 就像是拿了奥斯卡那样 那个场面实在是过于感人了 就仿佛像是真的那样 我也是深受感动 就除非是这样的可爱的原神玩家之外 一般来说 普通的玩家是不需要满命才能打满星的 一个限定主谁你抽了满命 你的目标只是为了打深渊满星的话 显然是不太科学的 那么满命角色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来看待呢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将会一一分解 这个硬核片的视频 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米哈优设计下的角色的命之作吧 嗯 其实我个人隐隐约约的也能感受到 来看我频道的人之中 不管在经历上还是金钱上 愿意为原神投入很多的观众 是占了不小的比例的 毕竟内容一直都很硬核嘛 这个从我开直播不到两个星期 看过的六十集的见长号已经两只手数不过来 可以看得出来啊 原神这个游戏呢 角色的命之作 我认为有三个阶段 首先就是开服到离叶三c的那个阶段 也就是说到阿贝多为止吧 钟离事件直接导致了干雨被大幅度的增强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半年多以前的视频里面这样说 从干雨开始往后的主c我都称之为2.0主c 这个说法目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了 从阿贝多再往前面的那一批角色呢 命之作突出的就是一句话 老子开服有的是人气 你们爱抽不抽 然后从离叶三c到优拉开始啊 我可以称之为是第二阶段的命之作设计 这一阶段的角色命之作设计是花了一点功夫的和心思的 他们就是在思考怎么样的命之作可以让一个角色改变玩法 让这个角色变得更有趣 就包括满命的优拉了 他实际上那个满命是有一定的速切的机制在里面的 但是又不会太影响平常性 说白了就是设计命之作比之前更用心了一点了 然后进入2.0之后呢 我称之为第三阶段的命之作设计 从2.0开始后面的角色的命之作设计 除了星海之外啊 基本上就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 哈哈哈哈鸡汤来了 哎你们怎么不磕啊 磕呀我求你们了 付费医院怎么变低了 你看这个恶命他可本来是四命你知道吧 恶命质变呀 这个角色恶命质变呀 快抽呀 你都不只说了一句话了 嗯现在的角色大概就是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 同时他们也吸取了一个经验教训 那就是抽到四命的玩家 基本都会抽到六命 那么四命自然要做的坑爹一点 把更多的提升给挤到六命去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是一直在学习的 就好像是阿法狗那样 我愿称他们为阿法狗策划 没有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指他们学习能力非常快 脏话肯定是没有说的 其实从2.0到2.1 我们看到他们尝试了好几个不同的命之座提升的partum 神里的那种模式呢 告诉了他们 四命没必要设计的还不错 宵宫的那种平滑的模式呢 告诉他们这种模式就是玩肚子 雷电的经验告诉他们 好的命之座放在恶命 可以制造很多的笑容 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幸福以及别墅 而星海的命之座呢 就告诉他们 从此以后 我们都应该设计像一斗那样的角色 你们要实验 不要拿我的宵宫老婆和星海老婆做实验好不好呀 你们要实验那种拉垮的模式 你找我两个老婆来试验干嘛呢 前面这一段 我基本上已经很好的总结了 这三个阶段的命之座设计的不同了吧 特别是第三阶段啊 手里面好多的内裤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想大部分的玩家都或多或少感受到了新的角色 命之座怎么越来越离谱了 我在梦境里面第一次看到一斗的时候 我不是金呼吗 角色的命之座怎么可以提升这么大的 这对我的心还老婆非常不公平 然后视频就没了 米哈又还居然追杀到YouTube上面去了 就可见他们对我这个频道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啊 我觉得他们重点关注的那几个阿婆组 在哪个平台有账号 他们是了解的一清二楚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的八重攻略 已经几十万的播放量了 而我却还什么都不能知道 记忆力好的观众可能记得 就是我在那个被删掉的视频里面这样调侃过说 大妈对无脑满命满金的玩家群体之中 对满命星海出现了超级明显的动摇 而感到了震惊 我想在这之前 他们认为一直以来都保持满命满金的玩家 应该是结晶才对的 我们就算星海的命之座稍微坑了这么一点点啊 但是我们这个游戏做的如此优秀 你们就应该无条件磕满才对的 一万多不就是小钱吗 一个别墅的一块砖都买不到 小钱难道不得支持一下呀 哼哼 我想后续的发展 大家也看到了 有一个又一个的磕金玩家站出来 这样质问说 米哈游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些全满命的磕 老门是没有智商的啊 全满命玩家虽然数量不多 声音不大 我是指舆论上面呀 但是我们可以从一斗的命之座设计看得出来 米哈游有多么在乎 所以由此就可以很简单的看出来吗 你说哪个角色的命之座适合抽的话 那肯定是抽新不抽旧了 我是多么的希望可莉老婆是在一斗后面出的角色呀 各位 如果可莉是在一斗后面出的角色的话 一命可以减少敌人20%的火炕 二命之后可莉的浮游炮就可以变成后台了 并且释放大招之后返回15点的能量还减少了三秒的cd 四命释放元素爆发之后 全队的攻击力提升30% 六命好家伙 浮游炮无视敌人70%的防御力 并且浮游炮数量增加两枚 哎或者直接加170的爆伤行吧 米哈游的命座设计师是不是越来越好当了 不是开玩笑就算再过几十年我奶奶150岁了 他都还可以设计出来 哎呦 这只其实所有的手游都是这样了 开服期过了之后玩家们的付费预员就开始下降了 于是到了此时呢策划运营组如何能够维持住最大程度的维持住用户们的科金意愿 就是他们在重要会议上面的最重要的kpi 我想看到仙海命之座的流水之后 几位美少女策划是被吓到下面都流水了吧 哎你看他们现在就在弹幕上面狡辩说才没有呢 所以在这里我可以很明显的告诉大家 那就是角色跟命之座都已经开始出现了抽新不抽旧的趋势了 而且非常明显 我们就先不要说公子和可莉吧 在现阶段你会推荐别人去抽销的满命吗 或者是说胡桃的满命吗 不会的呀 肖那个一旦对单就六命打回一命的就不说了啊 胡桃其实啊 那个满命满金的伤害 期望大概是一命精一的接近翻倍的啊 其实伤害高了百分之七八十的 胡桃虽然后面五个命之座看似没有机制型的命座 但是实际上就包括护魔之杖的精炼呀 是写满了伤害提升的 所以我觉得比起肖而言胡桃所面对的困境 算是小多了 非常小 因为他的命之座是扎扎实实的在后面提升伤害的 但是尽管如此 胡桃主那1.8倍的伤害提升 在优拉宵宫宫里面前还是显得那么的可爱又娇小 我没有说那里啊 所以很少人会问满命胡桃或者满命销值不值得抽的啊 基本上抽的都是为爱买单了 但是满命的干预似乎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如今霸占竞速榜的角色们个个都不是吃素的 人人都是命座战士 那么为什么在2.0之前出的干预却看起来有这么一点不一样呢 他却可以凭借看似不出色的命之座 在一群后面才出的命座战士之中 在竞速榜上面滚来滚去呢 老实说啊 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考验游戏的理解 但是实际上在竞速进入五连打时代之前 我就一直在吹干预的命之座了 时间会证明我说过的话95%以上都是对的 在1.3 1.4的时代吧 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比较痴迷于胡桃的真女人模式 以及消的无限快乐3c第一的这些说法的对不对吗 我也能理解 因为实际上对于大部分的玩家而言都是在云满命吧 云角色是最不靠谱的了 就别说云了 就算你跑去借个号玩个两三天 你会很多细节完全没办法发现的 就你不要看我云角色云的这么准啊 就如果让我来云的话 干预的命之座可能我也会翻车老实说 因为干预的命之座很明显的就是要实践加游戏理解 才能够看穿的一场迷局 即使手里面有干预的玩家 有一部分甚至都会觉得这个六命不就是十秒多一次顺发剑吗 一到六命总伤害提升之后百分之四十几啊 简直是低的不能再低了 我们愿称干预为命座乞丐 反向的命座战士 很多人问我这个角色 那个角色 命之座值不值得抽 在这之前 我在这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值不值得抽 我想很明显的就是在问保不保值嘛 那么原神以下三种类型的角色 哪一种角色最保值呢 A 主C B 负C 辅助 来来来5秒钟时间 5 2 1 不要选了 答案就是都不保值 保值的是ABC都能做的角色 也就是所谓的六边形战士 我跟你们说吧 目前原神所有的角色之中 能够同时胜任ABC三种角色的 满命角色就只有干预和雷电将军 我想有些人会这样说啊 满命的万叶不算吗 不算啊 因为在任何一期深渊竞速之中 你都不可能看到主C万叶能够进入前30的 这就说明了他跟其他满命主C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另一方面 你却可以看到满命的万叶经常拿着什么 地底剑呀西风剑呀跑去打竞速 难道这答案还不够明显吗 有些有眼见的人在万叶刚上线的时候就质疑了 那个六面是不是太割裂了一点 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是很多人在吹满命万叶可以打主C 是吧 什么叫游戏理解吗 哎呀好烦了 这人又在装 在这里我们稍稍停这么一下下 稍微提一下满命的神里跟优拉吧 优拉跟神里在理论上是可以打负C的 但是需要扭曲装备以及剩余物 就打比方说神里穿四节元去打负C之类的 失去了私兵套 神里就只能够把自己的暴击率堆的饱饱的 满满的80%紧高 还有就是优拉跟雷电将军一队的时候 他可以打双合 这个情况是比较限定的 所以神里跟优拉比起纯组C的满命 还是保值度要更高一点的 嗯 但是当辅助的能力肯定是不出众的 说到这里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干雨的命之作吧 首先一命可以减少对方的冰炕的同时 为干雨恢复能量 很少人注意到一命是可以优化干雨的充能的 大家很容易下意识的就认为干雨这个命之作 一命只是单纯的提高了伤害 事实上并非如此 很多朋友问我干雨这个一命有没有必要抽 我当时这样回答的 如果你看中干雨的整体游戏体验的话 就比如说在大世界这个一命是很重要的 其次就是单通原生这个游戏呢 玩到后面大家都会变成闲鱼的 都会变成剩余物的富裕帐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有一部分的玩家就开始玩起单通了 因为单通更装逼一点嘛 你上四个人算什么呢 有什么意思吗 用脚打了都已经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部分嚣张的主播放话说 他用屁股来摁键盘都可以打通深渊 我只能说事丰日下人心不古 关于干雨的这个一命啊 在单通之中 他可以同时优化干雨的循环 一旦循环跟上了本身干雨的大招 就是无缝衔接的 这样就可以激活天赋上面的二十增伤 算是干雨单兵作战的时候 一个全方位的提升吧 当然我也知道 普通玩家之中愿意去凹单通的人并不多 所以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玩家 而言主要体验在大世界吧 我这个是把细节说出来了 怎么选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对不对吗 恶命之后可以连续释放两次元素战技 更加进一步的增强了干雨的单兵作战能力 以及生存能力 并且再进一步的优化了干雨的元素爆发循环 在团队作战之中 这也提高了干雨在兵队的铲球能力 属于同时提升单兵作战能力 以及团队作战能力的一种机制型的命之座 但是到此为止前面两个命之座老实说看起来都只能说是一般般 前面两个命之座我可以跟大家说啊 是属于首尾呼应的命之座 它是一个机制套着另外一个机制 就像一条锁链那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干雨的命之座设计看起来很需要脑子的原因 在如今八重神子以及荒龙一斗已经告诉大家了 一个角色从80点能量变成60点能量 还得减cd是需要一个命之座作为代价的 而干雨前面两个命之座都在强调循环的问题啊 那是因为他一开始本来是设计成80点能量的角色 这个我们到后面再谈 我们来说说四命吧 干雨的这个四命就是被很多人视为是其辅助能力的最重要的核心命作 因为干雨本身就是可以释放天气的那种类型的角色嘛 场地还非常的大 他给领域内的所有的敌人都施加了一个debuff 并且由于干雨的大招衔接其实负2秒 这也最终导致了只要干雨的循环一直跟得上 那么乙方的角色攻击在干雨的领域下面的敌人将会无条件获得25%的增伤 只要干雨连续释放元素爆发呀 从第二次开始这个所谓的累计是直接从最大开始的 结合这个命之座干雨在冰队里面是可以直接提供了45%的增伤的 这个约等于1100精通的万页 然而即使如此干雨的辅助能力也并不止不于此 接下来就来说一说 干雨一直被人家称之为神奇的六命吧 释放元素战机之后 干雨的下一次重击不再需要蓄理并且持续30秒 没错10秒白送一发蓄理剑 看起来如此的平平无奇 算下来伤害提升不就只有20%的样子吗 可以看得出来有一部分的玩家仍然是这么想的 这部分玩家只能说游戏的理解 证然比较未来可惜了 我想很多玩家都在原神圈子里面看到过这种说法 就是抽了神里四命的玩家 就说神里四命是完全体 其实我在神里上限之前的云评测都已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了 这个六命单独来看有点一般 即使当时有一部分的人就看那个什么300的增伤就觉得很牛逼说什么了 六命的神里主打重击什么的 但是对于我这种长期玩满命的玩家而言 其实在神里上限之后的第一个小时拿神里去试了一下那个重击啊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比想象中还要失望 你知道吧 尽管他的这个六命看起来跟甘雨有一点像啊 但是实战的表现确实不太说服人啊 这不是伤害的问题 大家要知道甘雨的这个六命呢 强势强在他其实是一个机制型的命中 他让一个容易被打断的弓箭手变成了一个不容易被打断的弓箭手了 说白了就不是单纯的伤害命作 但是神里不一样 我上限之后第一小时去测试神里的这个六命的时候 让我比较无语的一点是神里的这个六命重击呢 跟灵命的重击是一模一样的 他仅仅是一个数值型的命作 神里打重击的时候前腰跟后腰不是很严重的吗 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吗 如果你觉得灵命的神里在打重击的一瞬间 那个刀还没出去整个神里就被拍飞了 这种情况觉得有点蠢的话 那我跟你说 满命的神里打那个钻戒斩击的时候 他同样会被打飞的 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这样说了 神里这个六命要是能够加速他的重击就更好一点啊 我们就先不要说能不能存两个吧 没错 甘雨的六命设计其实上是包含着很多的机制的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解决了甘雨容易被打断的问题 对于满命的甘雨 他在单通的时候能蓄力的时候就蓄力 不能蓄力的时候就顺发 甚至还可以存在手上 这些都是实战过才明白的一些细节啊 就对于满命的甘雨而言 如果操作者的嗅觉足够好的话 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蓄力 什么时候应该顺发的话 你就会发现甘雨会得到了一种灵活性在手上 对于非满命的甘雨 他是没得选的 只能够选择蓄力或者走位 这个就是机制型命之座的美妙之处 我其实很早就这样暗示过了吧 灵命的甘雨打融化 如果不带钟离的话 带砂糖你完全不射箭是很蠢的行为 因为你稍微有一点操作的灵感和嗅觉的话 你都可以发现在实战中 至少有三到四次可以射箭的timing的 我当然能够理解 有些人用甘雨的时候永远就只能放大招了 他们可能真的看不出什么时候可以射箭 而对于甘雨他这个满命其实老实说吧 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仅是机制型命之座 他同时是数字型命之座 关于这个我觉得就很多人都已经发现了 就在七八个月以前我做视频的时候 也会给大家看一看我用莫甘娜的时候的那实战的画面嘛 在原生这个游戏一个手法一套轴下来 你会发现主c的驻场时间实际上只有七八秒左右的 这个我们称之为爆发期 如果你用单通的角度去看的话 那确实只有甘雨一个人在场上的话 六命仿佛就是十秒白送一发顺发剑 但是在实战的循环之中呢 如果一个25秒的轴你就会发现甘雨他在登场的爆发的七八秒之中 满命的甘雨射出去的蓄力剑实际上是可以比非满命的甘雨多了将近一倍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那里面的甘雨打莫甘娜可能只射到两三件 但是满命的甘雨可能六件都飞出去了 这个在融化甘雨对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三发蓄力剑秒扔出去 然后看着实际来再丢两发 这不就是五发蓄力了吗 也就是说甘雨的这个六命啊 就单单一个命之座实战提升是可以达到80%到100%的 就因为这个是爆发型的命之座啊 甘雨用一个命之座追平了胡桃从二命到六命 再加上满进了五把护魔之杖的提升 这也就是为什么甘雨是里乐三c之中 唯一一个可以在新c的满命之中能够站稳跟脚的根本原因 他的命之座就是设计的这么隐晦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不常用甘雨的人或者说是在云满命甘雨的人 他们总是容易忽略掉这个那个的细节 如果你觉得我前面说的这些已经有点离谱了 那么我告诉你其实后面还有呢 那就是甘雨的这个满命啊 它是跟一面二面是连接起来的 是一环扣一环的 首先这个恶命导致了甘雨可以连放两发蓄力剑 这个锁链关系是很明显的对不对 因为如果不能连放两发战绩的话 实际上甘雨在20秒左右的一个手法 一个轴之中 他就没办法完成三连发的爆发了 这个其实是很自变的 我之前也说了元素战绩从一到二 对于很多角色其实是很可贵的 因为如果只有一次战绩使用机会的话 他就不得不在20秒的手法之中频繁上场 这很影响队伍的流畅性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真正上线之后 很多人又发现了深河的一面还是挺香的 甘雨的二命和六命之间的连接关系是很明显的 但是却很少人注意到甘雨的一命和六命之间的连接性 首先甘雨拥有了顺发之后 就导致了他在上场之后可以最快速度的给敌人下降并抗 并且顺发再加上普通的蓄力贪命 你会发现甘雨可以轻松的短暂的时间内就给自己回复六到八点的能量 然后甘雨的循环变得非常迅速的同时 那个四命的循环就变得更加流畅了 这些就是甘雨的命之座设计的巧妙之处 设计的一环扣一环一套扣一套 甘雨前面的命之座看似在服务六命 然后呢甘雨的六命是在增强甘雨的前面的命之座的 所以在一点三一点四的时代就让我很疑惑 为什么大家把自己的目光更多的放在了胡桃啊 削啊甚至优拉的命之座上面 甘雨的命之座设计的非常有美感 也非常具备欺骗性 并且赋予了甘雨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角色定位 当一个角色可以完全不依赖队友完成循环 并且可以发挥增伤减抗的角色的时候 那就是彻底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了 老实说目前满命角色没有一个像甘雨这么自由的 六命之后无条件爆发 在大部分的队伍里面都可以利用极短的窗口起来 完成攻击手这个定位的同时也可以充当一名优秀的冰队辅助 甘雨的命之座真的就是诠释了一个六边形 我当然希望米哈游设计每一个角色的命之座都能如此的用心了 但是我最近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我奶奶都能设计出来的恶命和六命之后 我也只能说也许甘雨的设计师确实被炒掉了 也有可能是米哈游意识到了一个角色不应该拥有这种自由度的 事实上我在看到了八重的机制之后 我最大的惊叹就是后台型的角色 他逼你在场上跳五六秒钟 一个所谓的后台爆发型角色111Q111 那是五跳的美如画我只能说 在视频的开头我曾经这样说过怎么样去判定一个满命的角色 在我看来满心深渊看起来是太逗了一点 我小号基本上都是灵命的五星 其中一路用的也一直是被大家所嫌弃的灵命的火桃拿的还是四星的武器 但是我玩的津津有味 所以我觉得评判满命的角色就更加应该看整个整体的游戏体验了 在这里我给出四个标准 第一就是单通的表现 第二就是高压活动的表现 第三就是连击的表现 第四就是竞速表现 第五就是大世界表现 我所总结的这五项指标呢 代表着多种多样的玩法 前面四项很好理解 不是每个角色都能做好的 我在这里给张口就来四星乱杀大世界的小聪明们 稍稍解释一下第五项大世界表现吧 我当然知道四星角色可以乱杀大世界啊 因为我也有练过四星角色的 而且我小号都是低命的五星 首先很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就是 当你用四星的角色在大世界跟大流血狗折腾了20秒的时候 然后你会发现磕老门五秒钟就搞定了 这就是乱杀跟乱哥之间的区别 其次满命满金的胡桃厉不厉害 我问你们满命满金的胡桃是四星角色可以碰瓷了吗 我想问有谁敢叫满命满金的胡桃小巷铃呢 他们只敢算哦满命啊人均满命了 但是满命满金的胡桃跟满命满金的小公之间选一个 谁在大世界的表现好你可以去问100个科佬 你会发现有500个告诉你肯定是肖宫啊 没错连剩下的400个云科佬都可以告诉你 那明显是肖宫在大世界表现会体验会更好 那么我问你这两个角色的满命哪一个在大世界的评分应该更高 这不是很正常的逻辑吗 这就是一个对比的过程我跟你们说葡萄还是好的了 毕竟他是一技能战士烧鞋们给他烧了 带个星海随便烧好吧 你以为这么多人吐槽那个满命满金的雷电在大世界一刀过去就是断档是假的事情吗 是真的呀 当然这不是雷电一个人的问题 就连300充能60能量的班尼特在大世界都是说没大招就没大招的 就更不要说其他大招依赖性的角色了 大家要搞清楚谁大世界更好用是有一个对比的过程在这里的 你不对比的话深渊使用力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不对比的话克勤难道不能打通深渊吗 就是对操作一般配置一般的玩家而言有一点难而已嘛 你可以看到这么多奇怪的结晶玩家张口就来 克勤乱杀深渊 确实没对比都能乱杀都可以乱杀啊 不管怎么说一个满命的角色用满星深渊作为标准实在是有一点丢人难道不是吗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呢干预在这些指标之中全都是一顶一的好手 而相反有一些满命的角色在大世界的表现其实是跟低命差不多的 在这里我顺便再说一个黑马吧 那就是被很多人所传言的满命负提升的公子 你们有没有发现呢满命的公子不正也是解锁各项玩法的吗 尽管从客观上来说确实公子的命之座提升没有干预这么高啊 但是负提升或者零提升真的不至于 在视频的最后我跟大家讲一讲 我在最近直播的时候很多人问我满命的干预值不值得抽的时候 我都是这样回答 你先用零命或者一命的干预在大世界玩到卡吃的最后两天 先问自己蓄力手玩的顺不顺手 如果你觉得顺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六命的干预那是全面的提升 而相反有一部分的玩家他是真的玩不来蓄力功的 操作灵感这一方面只能说每个人的程序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确实是适应不来某种类型的操作的 大可不必去勉强 最近我也听到了一些朋友跟我说他抽到了满命干预之后 才发现自己的操作跟刹拿差了这么一点点一亿的亿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抽一个满命的干预 然后发现自己只会玩终末宫玩法的话 确实性价比非常低啊极低啊 其次就是干预这种一体性的一环扣一环的命之座设计啊 也导致了他变成了开图鉴的性价比不低之外 要么就充满命的角色 但是老实说吧 二命还是四命还是六命好在我看来就是五十不消百步而已 当你真正追求性价比和强度的时候 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命之座都是不值得抽的 二命的雷电能够比得上三个零命的角色吗 想胡桃那种一命也许还有一点点正当化的理由 但是老实说二命开始就已经不是了 所以在视频的最后 我还是得提醒一下各位理性消费不要为了强度去追命之座 干预的命之座看起来再美好 游戏也不能大于生活 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给大家头头是道的评价 一个角色的命之座设计有没有美感 那单纯的是因为我有这个条件 但是我知道最终而言大部分的人也只不过是看了个乐子而已 设计师们设计的在用心 真正能够用上满命的角色仍然都是少数 然而原生如果只是一个单机游戏的话 那么他们甚至可能连美工团队都养不起 而这些矛盾也许就是当今游戏圈的可悲之处了吧 一键三连关注董哥的频道 后续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词 不是